歡迎收看挑戰新聞 藝人孫鵬跟迪英的兒子孫寒佐 這一次在美國被警方抓 因為警方說他有恐怖攻擊的嫌疑 本來以為說學校退學了 只是趕回來台灣 不能再入境美國而已 現在發現到事情就越來越大條 說很多的證據顯示 最高徒刑可能高達10年 就是說他人可能會被在美國當地觀 請問迪英跟孫鵬 是不是本來就早就知道 因為傳出說是用爸爸媽媽的信用卡去買的 另外還傳出說 當地的寄養家庭 寄宿家庭的婚媽也有問題 因為這個婚媽以為說 她本身是律師的資格 事情發生之後 孫鵬應該委任她來進行打官司 但她竟然找了別的律師 來坐這個位置 她因為不爽 而窩裡反 真的嗎 迪英和孫鵬的坐車 開請賓中德拉瓦駿監獄 他們新任的律師準備好資料和文件上前會合 原本預計無日才能進行探監 在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協助下 台北時間週一就提早進入監獄 見到孫安佐 迪英和孫鵬卸下緊繃情緒 千里迢迢終於與兒子會面 讓一家人激動落淚 男夫妻似乎聽了李昌玉的建議 換了有檢察官背景的律師 新任律師Robert Keller 專業是青少年刑事案件 曾任德拉瓦駿助理檢察官 他再三打包票 說孫安佐是位好青年 會盡全力保護他 不過就在同一時間 上達比警方卻從孫安佐的寄宿家庭中 搜出轟媽幫他藏起來的手槍和子彈 對我來說是這件事 他能購入網路 他還沒有進入網路 到底數量有多少 除了警長手上這一把9厘米手槍外 子彈一字排開就像小型軍火庫 警方搜出425發AK-47子彈 295發AR-15子彈 和663發9厘米手槍子彈 總共約莫1600發 相當驚人 一個去年8月才來美國 今年1月才成年的學生 居然有辦法在半年內弄到這麼多槍械 加上孫安佐又曾揚言要到學校開槍 警長懷疑並不單純 甚至自認阻止了一場悲劇的發生 如今上達比警方將把證據交給國土安全部 讓聯邦政府介入調查 孫安佐背負恐攻威脅的指控 只怕更難甩脫 看起來事情真的是越來越大條了 包括了這一次連寄宿家庭的轟媽 似乎都牽扯在其中 是不是因為整件事情是當時警方來的時候 轟媽有稍微幫她收東西藏起來 不過這次指抱不住火全部張揚出來之後 才發現真的很嚴重 先來看這次孫安佐的整個事情的一個脈絡 當時警方去他們家搜索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沒有找到槍 第二個也沒有找到 就找到子彈看起來很少的 有些零件 對 然後大部分都什麼 防彈背心對不對 然後有一些 攪手器 對 攪手器 或者說槍支的一些零件 還有子彈當時 對 還有一些少數的一些子彈 沒有那麼誇張對不對 但這一次今天早上突然傳出來什麼呢 1600發子彈 天啊 然後真的有找到槍 一把九零米手槍 還製作的對不對 對 還製作的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話呢 其實之前李昌宇博士就講過 李昌宇是孫安佐的偶像嘛 對不對 李昌宇博士就講過 他說其實 因為那個時候傳出來的時候還沒有槍 他就說 那如果呢 用這個沒有槍支 那以及這個可能就是 這樣的一個狀況來生變的話呢 那麼只要沒有囤積軍火的問題 原則上呢 他覺得這件事情呢 這個接下來呢 可能就會朝一個比較好的方向來發展 但是很不幸的 李昌宇博士呢 這次也發生他不希望的事情 他有講喔 1600發子彈 然後呢 一個九零米的手槍 重點是 這一把九零米的手槍 是孫安佐 自己上網買零件 大概上網二十幾次 零件買下來之後 自己組裝起來的 所以換句話說 他有這個組裝的知識在裡面 而且來看他被查到 1600發子彈裡面的內容物 第一個 AK-47的子彈有425發 全部在這邊 再來 AR-15 就是美國校園槍 最喜歡用的步槍的子彈 有295發 在這邊 然後最厲害的 九零米手槍子彈有663發 這邊還少講了一個 就是還有散彈槍的子彈 225發 還有散彈槍喔 對 全部加起來1600發子彈 連美國這一次這個 警局的總監 齊伍德 齊伍德呢 他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講了一個語重心長的話 他說呢 在美國槍支是很多啦 很多家裡都有擁槍 我們這個是合法的沒錯 但是咧 我沒有看過一個人 家裡面買這麼多子彈 請問是要拿來幹嘛的 他沒有看過誰 囤積這麼大軍火 而沒有別的目的 所以齊伍德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很慶幸阻止了 悲劇的發生 對 上千發 連打靶都不需要這麼多 不對嗎 對 請問一下 那麼多發幹嘛呢 所以加上你又真的被搜出 手槍的這個狀況來看 這次孫安佐我看恐怕很難去善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 加上說你自己都可以組裝了 有沒有 然後你還上網去買了 只是說現在警方要釐清的一點 就是說好 現在最麻煩的一點呢 是聯邦調查局已經介入開始調查 就是國土安全部也介入了 原本呢 這個事件呢 大家最希望的呢 就是只是在賓州發生一個地方性的事件 但是呢 現在由於涉及到恐怖攻擊 涉及到國土調查的這個狀況 一般之前如果你只是以賓州的法律來論罪的話 恐怖威脅罪的話 大概就是遊戲途徑五年最高 然後一萬美金的罰款 現在可能如果變成聯邦級的一個案件的話呢 他按照法律來講 最高會判到十年 對 所以現在呢 這個敵英跟孫鵬要去救孫安佐 能不能順利的把他救出來 可能一時三刻呢 很難善了 因為為什麼呢 在警局所找到的東西 現在變成人事實地物 通通都有 你也講過你五月一號要帶槍去 學校掃射 又搜出了槍 搜出了彈 有人作證 你跟他講過這些話 如果大家印象還算深刻的話 其實 在政捷在犯案之前 他也曾經跟他的朋友透露說 我今天要去犯下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案子 結果後來真的去做了 那以孫安佐來講 美國現在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孫安佐很可能會是他們最擔心的 孤狼式攻擊的這樣的一個犯例 也就是說 你說他沒有動機也好 或怎麼樣也好 可是呢 就是恰恰好 這樣看似沒有動機 看似沒有什麼的人 你有這麼多的軍火 而且你才去美國八個月 請問一下這八個月 你怎麼會買到這麼多的槍彈 所以在台灣他其實就研究很久了 對 那你買到這麼多槍彈的理由是什麼 對不對 那沒有這個道理 那你的來源是什麼 是誰提供你武器 你的金額 你的錢是哪來的 誰去拿 爸媽刷信用卡對不對 對 那目前孫鵬跟迪欣是講說 那個沒有啦 這我跟你講那個 美國都不會花錢 我兒子呢都跟我 職業都刷我們的副卡 他買的東西我們都知道 那我個人覺得 那一定知道買槍啊 那我個人覺得聽聽就好 為什麼 因為現在要去救兒子 你現在講出來的話 萬一都被人家拿去這個 講的話對不對 那感覺起來就變成證據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對孫鵬跟迪欣這句講法 是有點存疑 為什麼呢 假設是真的 那你們也太 你們也太失職了 因此也必須有一些罪行 因為你們也太失職了嘛 為什麼呢 因為刷卡 金額老實講 一萬四千多塊 大概七百塊美金 買到了一千六百塊子彈 一萬四千多塊台幣的金額 也許在帳單上呈現的不會太多 或許你疏忽了 可是問題是 你的兒子刷你的副卡 他又在美國求學 這八個月來 你知道他在幹嘛嗎 對不對 如果都這樣刷卡的話 那如果今天刷你的卡 子彈 你是外國人 應該是以美國法律來講 應該寄到國外就給你 不是 孫鵬是直接拿在他旁邊 你知不知道你的兒子有這件事情 那個紅媽是不是因此 也是被爸爸媽媽要求的 其實你看 他這次呢 最主要的是 原來有一個委任律師叫安利奎 這個安利奎是紅媽找的 等一下我會來介紹這個紅媽的背景 他也是一個律師叫希伯特 這個安利奎後來被解認嘛 為什麼 因為安利奎一開始說 這些都是萬聖節的道具 沒有結果找到槍了 請問怎麼辦打臉啊對不對 這個你之前講的 跟後來說找出來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警方 這次這麼篤定有把握 那是因為呢 孫鵬 其實之前呢 曾經跟同學秀過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很明顯就是在你紅媽家的房間 你寄宿家庭的房間裡面 拿著一把槍在玩 所以呢 換句話說呢 你覺得自己很帥的照片 你秀給同學看 成為了這一次最重要的證據 警方第一次去搜尋你家的時候 沒有發現有槍枝的狀況 可是警方一直覺得有 好 為什麼今天峰迴路轉 1600發子彈 然後有槍 原來是紅媽把他藏起來了 但是 這個希伯特也有強調 他說 不是紅媽告訴我的 也不是孫安佐自己承認的 喔 誰 對什麼 消息來源目前他不願意再透露 有人檢舉紅媽檢舉孫安佐 就是警方繼續搜尋才發現 原來有這樣的一個隱匿的事情 好 那新任的律師叫羅伯特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 當然有跟孫寶寬提議講說 你們要找到 最好是曾經擔任過檢察官的律師 這樣的話 你兒子可能會比較有機會 這個順利出來 因為之前大家覺得說 那最好的狀況可能就是 你不要被判刑 然後呢 你大概十年內 平安回來就好了 你十年內不要 不要去美國 你就被虛擁就好了 對 但是現在看起來也很難善了 對 那羅伯特的背景呢 其實他就是曾經擔任過 德拉瓦郡的檢察官 擔任了十年 他專精的一個項目是什麼呢 他專精的其實就兩個 一個是兒少 兒少犯罪 另外一個就是恐怖攻擊 恐攻威脅 那他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律師 好 那羅伯特呢 其實他現在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呢 他就希望能夠不要再往上了 不要成為聯邦級的案件 今天是全美國的大頭條 但是現在我看這個也蠻難善了 是啊 但是你知道羅伯特收費多貴嗎 羅伯特因為是在美國 他一個小時要價三萬塊台幣 然後呢 換句話說如果呢 從四月十一號開始打官司 包括你事前的一些什麼規劃 然後看怎麼樣來打官司 一直到這官司可能初步有個結果 一小時三萬台幣 你知道打完初步估計 沒有多花別的錢 九千萬台幣 請問一下這個真的是 孫鵬跟提議 我相信他們是即便是這個傾家蕩材 他們也希望呢 能夠把兒子救出來 但是呢 美國律師基本上你收了這麼多錢 老實說他也沒有保證 一定救得成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 看用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來做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對孫安佐來講呢 確實現在面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而且你可以看到 上達比社區是一個什麼樣的 就他住這個寄宿家庭的這個地方 你知道美國警方怎麼形容 上達比社區嗎 說什麼 說這個地方是鳥地方 說以孫安佐的家庭背景 怎麼會住在這裡 不應該就是很低的很爛的地方 你知道這個狀況的問題 雖然第一個 他雖然離那個天主教高中很近 然後呢 以孫安佐來講呢 他每年的這個學費 大概折台幣 大概將近五十萬 大概一萬五千塊美金 加一些雜費這樣上去 大概差不多 換句話說呢 已經是這個地區的 這個算是蠻貴族的一個學校 上達比特社區呢 離這個天主教高中 只有五分鐘的車程 很近嘛對不對 好然後呢 這個孫安佐住的這個地方 看起來 我們從照片上來看 好像也沒有什麼嘛 好像很正常 OK啊 對不對 結果其實這個地方呢 尤其是費城周邊呢 並像法輪雅周來講 犯罪率算偏高的地方 為什麼呢 而且最多是什麼呢 搶劫 毒品 對啊 而且這邊住的大部分 都是黑人 對 包括呢 他寄宿家庭的這個哄媽 叫希伯特 一般留學生不會出這種地方 一般留學生 真的不會出這種地方 不會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如果 比如說我要送小孩出國的話 我一定希望他的環境是可以念書的 是啊 對不對 你要嘛是跟著親戚 要嘛是爸爸媽媽 誰跟著一起去 或是說 你至少找的寄宿家庭呢 是OK的 對不對 是 大家一般有人希望 能夠有一點高射精的一個狀況嘛 對不對 就是社會地位稍微高一點 能夠給小孩良好的一個環境 但是這次不知道為什麼 連美國警方都很納悶 請問一下 你怎麼會選上達比社區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這個說貧民窟 可能沒有那麼糟 但是就是一個犯罪率 非常高的地方 孫鹏迪英知道嗎 他現在釐不過他兒子的要求 據迪梅 就是迪英姊姊的說法 他說我們都知道 他一開始說高級住宅區啊 我們都這個去過幹嘛 就去過 可是講真的 他也講了一個 他說這個地方還有哄媽 是誰找的 留學代辦中心找的 那這個留學代辦中心 究竟當時怎麼承諾你 那承諾你的寄養家庭 你有沒有實際的來看過 這個不知道 因為孫鹏跟迪英目前沒有來 可能爸爸媽媽沒來看過 對 然後那個迪梅說 都有啊 都有去看過或幹嘛 可是講真的 如果你都有來看過的話 你應該很清楚 周邊的環境是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 對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 讓孫安佐跑來這裡 來念書 是不是這八個月裡面 遇到了什麼東西 遇到了 因為這邊龍蛇雜蜀 我們不敢說他環境 角度壞朋友 對 不知道他環境 到底遭到什麼程度 但是至少龍蛇雜蜀 是一個感覺起來 不太安全的一個地方 那你又是一個要念大學的人 那你在求學 來到這個地方 請問一下 孫安佐這八個月 他遇到了誰 遭遇到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跟什麼人取得過聯繫 誰供應他槍彈 或是誰怎麼樣 這中間都是美國警方 要去釐清的一個脈絡 那回到這個哄媽 希伯特來講 他第一個 接到這個學校電話說 警察要來 搜尋這個房間的時候 他第一個想法是什麼呢 立馬把一千六百發子彈 跟九零米手槍給帶走 給藏起來 對不對 好 我就不禁想問 請問一下希伯特 你怎麼知道他有一千六百發子彈 你怎麼知道他有九零米手槍 你怎麼知道他藏在哪裡 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他藏在哪裡 對不對 換句話說 你本身就知道 孫安佐是一個軍火玩家 他是一個很會組裝軍火零件 然後很多子彈什麼 你都很清楚嘛 不然你怎麼會幫他藏在這些東西 在警方還沒來之前 你就先藏好了 對 好 所以我覺得希伯特 這個可能要 連美國警方 可能現在都來看 他之後會有什麼樣的解釋 還有他跟他什麼關係 你中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你為什麼要藏在他的槍枝 是啊 對不對 那這個理由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假設今天是我 你今天來我家住八個月 我發現你可能是恐怖分子 對不對 然後警察都在查你 我第一個時間 一定是配合警方調查 你要怎麼樣 他的那個都跟我沒關係 切了一乾二淨 怎麼會第一個時間 選擇先去藏匿他的槍枝 藏匿他的子彈 然後後來又交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過程 當然有台灣網友 半開玩笑 我是不太相信這樣講 怎麼樣 之前那個律師安利奎 是這個希伯特幫忙找的 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們改了委任律師 敵因跟孫鵬改了委任律師之後 他一個不開心就交出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很低的 希伯特他本身 一定知道什麼內情 對 那究竟這八個月 孫安佐跟誰在交往 跟誰有任何的連結 說不定 對不對 那如果難聽你講 你是不是中間人 希伯特的背景也是律師 他自己本身一個職業 二十年的律師 對 在當地 據說頗受好評 但是自己做的這個狀況呢 讓他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也就是說呢 你究竟了解更多什麼 其他的引擎 我們並不是很清楚 但是 你一個八個月 看著你一個 從台灣來留學生 住在你家 玩軍火 玩成這樣 子彈到處都是 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你不會覺得要跟家裡通報一下嗎 你不會想要跟孫彭煥 你兒子玩槍玩過頭了 你沒辦法斷絕他的經濟 或者怎麼樣一個狀況 通通沒有 出事之後 還把他藏槍 所以我認為希伯特之後 他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警方在調查下去 說不定都還有後續 這事情真的會越來越大條 因為這個九厘米手槍 竟然被查出來 是孫安佐自己上網 買零件之後 組裝起來的 另外包括AR-15步槍 一直以來 都是美國校園槍擊案子當中 恐怖分子最喜歡的槍 他已經有子彈了 接下來只要槍買到 或是組裝起來 可能悲劇就發生 說真的啦 這麼多的子彈 看到還真是讓人折舌 那個因素看多要準備去打葬屍嗎 然後才準備這麼多子彈 因為其實一千多發子彈 說真的還真的是一個 非常可觀的這個數量 雖然說你自動武器的角度來講 他如果說今天多個彈匣 然後他弄到AR-15 也就是我們講的M-16系列 這個步槍 或者是AKA的這個系列步槍 他其實你看 連發的這個狀況下 那個子彈消耗的這個速度 其實可以說非常快 然後那但是 這個數量說真的 也還是相當的這個多啦 然後以槍來講 我們剛剛講到 那個子彈置於槍的關係 在美國 他本身是可以合法買槍的一個地方 所以 他那個槍就好比說 你今天買了一部汽車 對不對 那汽車你每個人都可以買嘛 但是你要拿身份證明去登記嘛 所以呢 他把裡面最重要 例如說引擎 他就好比這個槍的這個板機組 他會有個編號 等於說 你一定要有拿出身份證明來 你才能夠買到這個槍的這個引擎 那但是呢 你說這個東西有沒有辦法自己做 其實還是有辦法自己做 可以自己偽造 不算是偽造 就這樣 他網路上對不對 我們看到像這個以格洛克手槍來講 他這次被警察超出了這把 說應該是Glock這個手槍 Glock 17 看他那個滑套 上滑套 還有下槍聲的這個樣子 非常的像 然後其實這個槍大概 全槍的這個大部分 你都可以在網路上買到 但是最關鍵的 我們剛剛講的下槍聲的這個板機組 那對不起 你就一定要有身份證明才能夠拿到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賓州的法律 是屬於比較寬鬆的 你只要有身份證明 都可以買的話 那他拿到一把 格洛克那個板機組的下槍聲 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整體上來說 今天我們講說他拿到這樣一把槍 他到底要幹什麼 他格洛克這個時期這個手槍說真的 他火力也是相當強大的一把槍 他這個我們看到從美國這個 傳回來這個畫面 他格洛克這個槍他下槍聲有了 然後他彈夾也有了 然後那個滑套也有 通通都有 也就是說他組裝以後 他就可以發射 那我們剛剛講到如果說今天他沒有 就是他本身如果去登記 然後那個發現他身份有問題 不賣給他的話 那怎麼辦呢 黑市還是可以買到半成品 去黑市買 半成品 就是說 這項比如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板機組 這個下槍套這邊 他那個在那個一些 那些非法的管道對不對 還是可以買到相關的這個半成品 那這個半成品你買來之後 因為美國其實他不只是很多人 那個在使用槍 也有很多人在改槍 你家裡面有個什麼鑽床 洗床等等 你就可以把那個半成品買來 自己改成你自己需要的樣子 所以以美國來說 我們剛剛講AR15 為什麼說在美國 他造成這麼大的一個 就是說槍枝校園槍擊事件中 這些人都很喜歡用它 為什麼呢 因為他雖然美國的法律規定 不能使用全自動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他有各種的改裝套件 或者是就有這種半成品買來以後 可以讓買那個玩槍的人 自己去改裝 改成全自動 特別好改的意思 這一款特別好改 不是特別好改 就是說你要有具備相關的這個技術 跟能力化 你是改得來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說那個 這個收藍組是不是跑到 特別去學那個技術 不是很正當的這個管道拿到 因為現在警長的說法是 他的意思是說 這把槍的這個應有的序號沒有 那聽起來呢 就是他的板機組的序號 還沒買到而已 有可能他是買到黑式的一些 零件來改的 或者是呢 他直接可能是從這個 一些比較不合法的手段 買到這個槍 但是如果說今天這個槍 他本身是可以 就是說零件不缺 可以激發的話 那搭配上他這些子彈 他本身的確就具備殺傷力 那當然其實我們也會想 就是今天這樣一個年輕人在台灣 他很可能就已經對這個東西 充滿了這個信心 應該很早就會了 等於說在出國之前 或到那邊以後 短短的八個月時間 感覺他就已經把一些相關的 這些應該要找的東西 都很快就找到了 感覺像 因為在台灣槍支不合法 我們剛剛講過 台灣不可以擁有槍支 你要擁有槍支 要嘛你就走私真槍 要嘛你就從那個 地下兵工廠的管道 去改造這個手槍 那不管你是改造或走私也好 那基本上在台灣槍都是不合法 那當然我們今天看 他有這麼多子彈 你美國來說 他槍支是合法化的地方 所以有這些子彈 說真的 並沒有辦法證明 他一定要拿來幹壞事 但是重點是 因為他事前已經有一些 這個對外宣誓的一些舉動 這個宣誓的這個舉動 是不是就有可能讓他變成 一個陰謀預備犯 任何一個國家 這個對於這個陰謀預備犯 他某種程度來講 他像比如說他是那個計畫恐攻 或是恐攻未遂 這個東西是不是也會進入一個 那個司法程序 成為最後法官審理以後 那當然要如何量刑 那是那是法官的這個 跟司法的部分 但是整體來講 那他還買了這麼多的這個子彈 AK的這個步槍的子彈 您看到我們今天看到像這張圖 最多的 我們講說AK子彈第一最多 第二然後他還買AR-15A 就是M16系列步槍子彈 這兩種子彈說真的 他其實在這種槍擊事件中 最可怕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他屬於高動能彈 像你看那個手槍子彈 你可以從他的外型 跟步槍子彈 你會發現自槍那個步槍 這個子彈長長這麼一條 然後但是呢 步槍那個手槍子彈很短 也就是說他本身裡面的藥柱 然後跟他所產生的推進效果 都是不一樣的 通常我們大家講說穿防彈背信 幹嘛幹嘛的 我跟你講防彈背信 完全防不了步槍彈 也就是說其實你穿了防彈背信 步槍彈砰砰砰砰打 你一樣人被冠槍 因為力道很大 步槍很強的 對 因為他是屬於高動能子彈 比手槍強很多 對 他高動能子彈 所以那你說孫安迪 又搞了這麼多的 這種高動能的這個步槍子彈 如果他真的弄到槍了 到底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還真的不知道 孫安佐的事情在台灣 在美國都成為頭條 那接著來看到 另外這位藝人崔佩的兒子說 他不是第二個孫安佐被罵了 說根本在落井下石 鄧英和孫彭赴美舊子 演藝圈好友紛紛發聲力挺 鄧英 銀幕情人楊懷明就透露 鄧英現在壓力非常大 出發美國前傳訊息給楊懷明 我只想哭四個字 看得出心力交瘁 但楊懷明安慰敵英要堅強 才能給孩子依靠 楊懷明更說 從小看敵英對孫安佐的管教很嚴格 只要做錯一定會處罰 這次他也很訝異 媽媽很嚴格地管教 但是也很嚴格地保護著 她的女孩子 對她很單純的 所以她可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跟她所想的世界 是有很大的差距 這回因為孫安佐又扯到余香泉 讓莉亞萍更心有七七菸 當年因為白小菸案周遭 藝人朋友都把小孩送出國 但余香泉在國外濾遭退學 讓夫妻超頭痛 現在很後悔 看到一張紙條他們的計畫書 我們的名單排在第二個 就是你父母自己一定要有一個人跟著 不是爸爸就是媽媽 因為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很後悔 因為小孩子在那個時期是成長期 他一定要有父母的跟隨 我們為了他搬了三次家好不好 不只 不只四次家 就一直被開除啊 蛤 不知道啊 太適應了 呼籲敵英和孫鵬千萬別斷了證交 其實當新二代 當官二代的人呢 都不是很好過生活 因為壓力太大 你看這些孫安佐出現這樣的事情 崔佩儀的兒子應該只是好意說 你不要擔心我不會這樣 我也不會遭奸 可就被罵 所以他落井一下石耶 對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孫安佐的風暴 現在看起來是越滾越大 那當然有很多很多層面來看這個問題 新二代的還有親子教育 家庭教育這很多問題 當然這一次不免延燒到演藝圈 尤其因為敵英跟孫鵬 都是演藝圈裡面很重量級的人物 那孫鵬又是主持綜藝節目 那因此很多綜藝大哥大都會跳出來講話 當然包括因為綜藝大哥大的小孩 都送到國外很念書 因為其實新二代去國外念書 不只是在台灣香港都一樣 為什麼因為第一個 他要希望小孩隱密 隱密不要被人家被太招搖 第二個因為他希望他小孩能夠成才 他認為外國教育是比較好的送到外國 但是新二代送外國念書 卻有很多的狀況是始料未及的 譬如說剛才李亞萍也講到了 父母親有沒有從小去陪伴讀書 那有沒有注意到小孩在那個 那個異鄉產生的這個心理跟人格上的變化 對 環境的不適應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當然崔佩儀這次事情 其實佩儀跟貝克宇 其實佩儀跟迪音 他們都是綜藝節目的這個常客 那崔佩儀也是從以前貝克宇很小的時候 管得好兇喔 就跟媽媽上節目 一路到貝克宇現在都十四歲了 長得已經已經 十四歲 青少年 相貌堂堂了 當然這一次是因為貝克宇在臉書上講了一些話 被這個迪音的這個姐姐迪梅 那迪梅當然他因為職子身陷淋浴 他互職心切就出來嗆這個崔佩儀 其實我看了這個貝克宇在臉書上講的話 他其實你要看前言後語 因為我們姐的話就是 你大家放心 我不會成為第二個這個孫安佐 是 他前言講什麼 他前言是說 大家都認為我類似是媽寶 因為媽媽從小就把我帶到電視上面來 天天講怎麼教育小孩 怎麼給小孩好的東西 這些好像就是一個這樣 那你們會認為說我是不是從小就是媽媽這樣庇護上長大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 其實我現在已經長大了 我有我自己的思想 他的意思大概這個意思 我有我的思想 所以我有我的看法 你們不要擔心 你不用擔心 我看到這個事情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不會成為他的第二 其實我覺得貝克宇他沒有錯 他講的話沒有錯 再加上我認為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孫安佐的事件 也剛好給了所有的 不管是新二代也好 或所有這個小留學生的家庭 一個反省的一個機會 也就是說當大家把小孩送出去做小留學生 送新二代送去念書 剛剛講這中間的一些過程 父母親有沒有親力親為的去關心到 你去陪讀或陪讀之前陪讀之外 有沒有關心這些事情 那反而我覺得貝克宇的這一席話 其實因為這次事情 他已經不是個單純的 父母跟子女的情感的問題了 不是說小孩有沒有適應 他已經成為一個你剛剛文堯講的 美國現在全國的頭條新聞 這已經是一個國際事件 這也是一個校園的安危事件 這也是一個涉及恐攻的事件 我覺得不要說貝克宇了 任何人都可以來討論 因為他是個公議題了 那更何況不要說新二代 你只要是出國念書新二代 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經驗提供出來 去給大家作為參考 這是一個已經變成一個社會的議題了 所以不要去苛責貝克宇 到底有沒有講錯話 更何況貝克宇的前言 他只是為他的母親在辯護說 大家都認為我的母親這樣對我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有我的思想 所以我不會這樣做 那講到從貝克宇的事件 就看到我剛剛講了 因為很多的新二代都有類似的經驗 其實我們以前看新二代 包括余祥全 我們都只有從一個單一的事件去看 譬如說余祥全 他怎麼樣 但是沒有人探討 這個他的成長的這個階段 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的念書的階段 到底他的新二代 在去國外 就是海外念書 什麼樣的狀況 造成他們的這些問題 對 沒有探討過 不能一味的苛責他們 對 那孫安佐的事件 就可以提供大家 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去探討 你把小孩那麼小送出去 到底他們會有什麼 你是害他還是幫助他 對 那我們現在就看這個 這個房主民的這個例子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講 房主民的例子 因為房主民也碰過一個公安事件 就大家記得2014年 這個所謂的大麻案件 他好多大麻 當時其實柯振東 其實大家現在想一想 房主民柯振東到目前為止 其實成龍大哥 這麼的有政協地位 這麼的在這個大陸的地位 這麼的崇高 在好萊塢國際地位 這麼崇高 但是房主民犯了錯 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完全的開鏡 他出錢讓他演電影 還是沒有辦法矯正那個形象 對 就是完全沒有全面的付出 柯振東也是一樣 那也就是說 其實大陸目前對於這種所謂 涉及公共安全的事件 包括掃毒掃黃 這些都是非常嚴格的 那當年其實房主民 他也是一個到國外念書 他也是其實跟孫安組比較像 他不是小留學生 他小時候在香港念書 對 後來大了被成龍 踢到美國去說你要去美國念書 跟林鋒敲去嘛 對 那而且 因為他們本來就住在洛杉磯 那所以說他小時候念完了 香港的念完書以後 就到洛杉磯念 可是念完洛杉磯呢 其實三年之後成龍就說不行 洛杉磯華人太多了 硬是把他丟到維吉尼亞州 去再念書 他覺得需要他獨立 那當時其實房主民是非常的不高興 說你幹嘛把我我洛杉磯這邊 我的人脈 我的社群 我的女朋友都在這裡 你怎麼把我踢到了維吉尼亞呢 那個時候其實林鋒交也沒有陪 林鋒交其實那一次是房主民上車的時候 上車的時候林鋒交給他一封信 那一封信其實後來讓房主民哭了 那信上面寫就是說 其實兒子你很大了 他說我要讓你知道說 其實你是媽媽快樂的全員 將來如果有一天媽媽比你先 因為有什麼事情媽比你先離開了 那你一定要去懂得怎麼照顧你自己 其實那封信是讓房主民在去維吉尼亞州 很感動 他也認定母親是他這一輩子 就我覺得跟孫安佐跟這個這個迪寅也是一樣 他們母子感情非常的深 因為其實房主民從小 成龍就不在他身邊 太忙了成龍 而且不是這個 除了忙之外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房主民從小就知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林鋒交當年生房主民是秘密的 結婚是秘密的 因為不能讓大家知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成龍後來講了 成龍在全亞洲都有影迷 尤其是日本有女影迷為他跳樓過 死亡過 因此成龍不能夠講 他有妻小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房主民從小就知道說 他不能叫成龍叫Daddy 他也從小就知道說 他其實這個父親是一個公眾人物 好委屈這個孩子 很委屈 那他其實房主民曾經在香港的這個 《明報週刊》 有做過一篇的專訪 是他第一次做專訪 十九歲 整個到除了他的心路歷程 再作為一個成龍 這個全世界大明星的兒子 一個一個心路 其實房主民從小他就是印象中 他的父親從來他在洛杉磯 不管在香港住洛杉磯住 父親很少都回到回到家的 而尤其在洛杉磯 他其實知道媽媽曾經跟他講過說 成龍回到家裡面大概一次回家 不超過八小時 又要飛走了 要飛走 那當時其實房主民曾聽過一個笑話 就是說其實林鳳嬌有跟房主民 講過一個很私密的事情 就是說其實當初我懷孕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大家如果知道 當初懷孕是因為林鳳嬌先洗飲了 到美國去然後帶產 先問要不要孩子 要他臺灣宣布洗飲到美國帶產 生了小孩那報戶口 這個小孩怎麼辦 父親父不祥還怎麼樣 成龍飛過去 美國跟林鳳嬌結婚 這個讓很感動 這樣才補結婚的 補結婚的 就是結了婚 那因此就這樣 那但是後來長大以後 林鳳嬌曾經跟房主民講說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爸爸是要我把小孩拿掉的 天啊 那孩子當然恨老爸 那後來佳和的何貫昌去勸 就是說要生下來 所以後來結果呢 這個房主民長大了 跟成龍就開玩笑說 爸爸你當年如果要媽媽 你當年要做那個決定的話 現在會有我站在這邊嗎 當然不是不要我嗎 當然這是當然因為十多年二十年前 有的時候想法跟抉擇 在一瞬間是會改變的 一開始的時候成龍可能為了 事實上想 這個就造成他們的父子之間 都會有很多這樣的一個談話 那當然其實房主民 有有很多的這種從小到大 有很多的經歷 譬如說有一次就是房主民 從小就是有寫過他的願望 在班級裡面 香港念書的時候寫過願望說 他的心願就是希望我的爸爸 能夠來接我放學 其實房主民從小也知道 他父親是成龍Jacky Chan 但是他就不知道 也不能講 他很希望說 爸爸來接我放學 我可以炫耀一下 這是我的爸爸 老豆 結果有一年呢 林沐嬌就把這個告訴成龍說 你的兒子最希望是你接他放學 好啦 成龍知道 成龍就告訴他說 你放心 我一定會來接他放學 要去就是 一定會接 就有一次成龍在美國拍完戲 飛回香港 早上六點半 因為不能睡覺 要把時差倒過來 他就說 好 我今天剛好六點半 那我就可以十二點半 去接他了嘛 就打電話給林沐嬌 也跟司機講 就跟司機講說 好 我們等一下接 接我兒子 成龍就六點半 就回到香港 就不睡覺 嗷嗷嗷到十二點半 一點 就帶了司機去接了 接了半天 林沐嬌打電話來說 老豆你在哪裡 兒子都在門口等你 兒子等老爸等不到 而且同學都在門口 我想要看Jacky 想要看Jacky Chan 因為小孩已經跟他們講說 我的爸爸要來接我了 結果成龍說 有啊 我就在這個什麼 什麼小學門口 林沐嬌想說 哎呀 老豆 我們小孩現在已經上中學了 不在小學了 所以成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兒子 變中學 跑錯學校了 所以這就是他們以前的相處 一些經歷嘛 那房主民也講過說 其實他從小到大 爸爸一直跟他講 要帶他們去旅遊旅遊 他一直到十九歲 才第一次跟爸爸媽媽去旅遊 到日本 那次還不是什麼 那次是佳和電影公司的旅遊 他們一起去 還不是家庭旅遊 對 是公司旅遊 房主民就說 他從小 他很少跟爸爸一起 爸爸如果打電話說 但媽媽講說 我們要出去吃飯了 他跟媽媽好高興 跟爸爸去出去吃飯了 一去到餐廳門一開 坐了五十個人 佳和的成龍班 全家班全部在那邊 所以他從小知道說 這個爸爸不是屬於他的 是屬於大家的 是屬於大家的 所以你看其實房主民 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房主民其實你要知道 房主民從小 他第一次講一個故事 跟臺灣跟香港都有關係 一九八六年 香港 那時候不是隱密嗎 隱藏 所以他在香港念書 三歲時候 香港的媒體民報 香港民報週刊 在海洋公園的翠亨村的酒樓 拍到林鳳嬌 帶了一個三歲小孩 剪頭髮跟成龍一模一樣的功夫頭 說爸爸跟兒子長得很像 就是林鳳嬌帶一個小男生 所以香港的民報章就拍了 就疑似成龍的小孩 那已經三歲了 成龍說拜託拜託 不要不要登 因為日本的乙迷跳樓 所以不能夠登 好 《明報週刊》 就把這個新聞壓下來了 一九八六年 到了六年之後 九二九三年 林鳳嬌在臺灣 參加鄧美芳的一個婚宴 把房主民帶去 八九歲了 被我們民生報拍到了 你們也把人家拍 民生報拍到了 而且民生報要登了 是 香港的《明報週刊》 因為臺灣的民生報要登了 才把他六年前三歲的獨家照片 也就是跟香港講說 我早就有了 我贏臺灣 我比臺灣早拍到 我還拖了六年才看登 我拖了六年 是因為大哥叫我們票登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跟香港講說六年前 早就有拍到了 他把這個週刊的聲譽告訴大家 我早就拍到了 所以你看其實房主民 從小的成長的過程 是這樣子一個曲折 那當然現在 其實他也悔過了 他跟柯仁東悔過了 只是說大陸在這方面 還是沒有這個開放 但是你講到房主民 他的同父異母的妹妹 小龍女呢 這個房 對 他還有一個妹 就是這個 可是不是林奉交的 吳祺麗的女兒 雅姐冠軍 吳祺麗的女兒 對 那吳祺麗 吳祺麗後來也很走鐘 現在怎麼了 現在稍微好一點 前段時間 因為大家又知道 吳祺麗是跟成龍的這個 婚姻狀況之外 那麼多紅粉之幾中 唯一最親密的 而且跟成龍有誤解 所謂誤解就是 到底有沒有經過成龍的答應 懷了吳祺麗 也是當時這個吳祚麗 可能不能生下來的 他要生 因為他當時就是要做單親媽媽 因為吳祺麗的母親就是一個單親母親 扶養吳祺麗 可是怕成龍反對 吳祺麗就是要仿效他的媽媽 要做一個單親媽媽 但是他當他密好了 就是他要懷誰的小孩呢 Jackie Chan 故意 因為Jackie Chan在追他 是 機不可失 他就要懷Jackie Chan 這種全世界的這種大英雄 好基因 好基因 生下了吳卓麟 可是沒有想到這個小孩 是一個不被父親祝福的 他怎麼了 那後來走鐘就是跟媽媽互告 現在確定是有性向的 愛女生的 女兒跟媽媽互告 女兒告媽媽 告媽媽對他 打他 媽媽酗酒 有各種狀況 他們的鬧上社會版面 不是一次 連續好幾年 那成龍都一直沒有發言過 因為成龍都不講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 你吳卓麟 小龍女到底什麼時候認主歸宗 但是應該在林鳳焦的這個掌權的時候 都不會有這麼一天 因為林鳳焦當時就是因為發生了 吳其力這個事件 才要上檯面 告訴全世界說 我才是成龍的妻子 而且把成龍所有的東西都收回來管了 那因此吳卓麟跟吳其力 現在這最近這一兩年風平浪靜了 吳卓麟又長大了 之前就離家出走 告媽媽 鬧上法庭很大的事情 那現在吳卓麟感覺長大了 而且交了女朋友了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但是成龍的這個 端於吳卓麟的未來這些事情 到底還有房主名什麼時候開解禁 我相信成龍大哥作為一個父親 心裡還是很掛念這些事情的 這幾天美還在進行聯合軍演 不過仔細看 只要是你軍事名都有發現到 這次的軍演規格縮小 時間縮短 是不是因為親小胖比較乖 所以現在包括美國跟韓國 比較輕輕拿起也輕輕放下 其實最主要當然我們看到 北韓最近的一系列的這個外交動作 的確讓原本這個可以說 火藥庫上面這個火藥桶的 這根引線 你把這燒的這個火藥桶 似乎是暫時這個停了下來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當然美國跟韓國的這個聯合軍事演習 也應韓國的要求降低規模 那當然這一次的這個演習 你說規模變小嗎 那我們看到 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呢 本身這一次並沒有參加 但是美國的這個狐豐號來了 這個狐豐號來咧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 美國那個陸戰隊的第一次 F-35B的海外戰鬥部署 就在狐豐號上喔 以F-35B來講 F-35B它是配屬在聯國基地的那個 VMFA-121也就是第121喔 陸戰隊艦上戰鬥打擊擊中隊的這個 F-35B戰機呢 他們在好人那個 好人里沙奧回去 然後狐豐號來了以後 因為狐豐號已經對那個 F-35B的這個支援有做過這個加改裝 所以他們就正式的登上了狐豐號 而且進行第一次的這個海外戰鬥部署 那第一次海外戰鬥部署的這個軍事演習呢 當然前面跟日本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之後 馬上就來韓國參加這個搖音演習 那搖音演習當然會從4月1號開始到4月中了 那美軍參演的人數我們剛剛講 一個航空母艦打進去沒來人數馬上少很多 那但是呢 以那個我們看到現在狐豐號來講 狐豐號配備了F-35B戰機以後呢 它其實整體戰鬥效能是大幅增加 勾規格的 F-35B戰機它除了本身 不只是它自己本身是一個戰鬥機的一個載台之外 它其實由於它本身的這個感測器 也可以導引包括像周邊的這個神盾艦等等 進行一個那個聯合接戰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呢我們也看到 除了F-35B第一次參加了這個美韓聯合軍事演習之外 那F-35B自然是引起這個關注點不在話下 雖然航空母艦沒來 但是來的艦載機其實說真的 比現在雷根號上所有的艦載機都還要超越 雖然說規模減少 可是武器越越精密 那當然除了這個我們看到最讓大家注目的F-35B之外 駐海美軍也在測試一個新的一個什麼東西 空中步雷 你可以看到這一架UH-60M黑音直升機 哇塞這個外面那個掛滿 類似像刺衛這樣一個東西 那是怎麼一回事 刺衛 對你看它中間掛那麼多的一個東西 飛彈 像飛彈不是 它在飛行的時候 它發射的方式好像直升機在撒布 包括像熱焰彈那樣的一個情況 是熱焰彈 對你看它就像這樣灑布熱焰彈一樣 啪啪啪啪啪啪丟出去 但其實這是一個空中步雷器 步雷器 步地雷 對也就是說它這個東西 它裡面煤管裡面裝了好幾顆小地雷 然後藉由類似像那個熱焰彈發射的方式 有一小段的這個火藥把它推出去以後 它就可以在空中這樣完全散布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地雷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如果說你地面這個有車輛經過 或說是人員經過的時候 都會遭到這樣一個地雷的一個殺傷 所以你看它這一架飛機 它兩邊掛的這個就是這個布雷器 總共你知道就可以一架飛機 步到960顆那個小地雷 所以它這個叫M139火山模組化的這個武器系統 也就是說它可以裝在那個UH-60M的直升機上 也可以裝在那個那個戰術那個輪車上 然後裝載的 然後開過去以後進行那個地雷佈放 所以你看 這邊它是它整個那個裝填的一個情況 就你看這次上面這個照片 是它用來裝在卡車上 它其實你看 它這個模組化 它可以裝在直升機上 也可以裝在卡車上 因應它所裝的這個位置 然後它裡面這個情況 其實你看是一個小型的這個地雷 圓筒狀的 然後一點一點這樣塞進去 然後最後再把敵火裝上以後 只要一啟動就在空中 就像天女散花一樣 灑布器般灑出來 你像一架那個UH-60M就可以佈上960枚 你看它不僅僅只是針對人員有效而已 它對那個戰甲車輛其實也有效果 雖然說它可能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讓戰甲車輛整個炸毀 但是至少那個戰甲車輛碰到它的時候 鋁帶就壞掉 你說以戰甲車鋁甲車來說 鋁帶一碰壞了 那車子就在原地就動不了 這個東西其實當然也是針對 就是韓國這樣一個前線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北韓對南韓 最大的這個威脅員 還是來自於地面部隊 百萬地面大軍跟這個裝甲 這個戰車那個數量非常龐大 所以因此美國在這個地方 用了最新的這種空中 那個車輛的這種雙重的布雷器 我們都看過正妹跳鋼管舞 可是可能大家完全沒有看過 男生跳鋼管舞 就也是猛男跳鋼管舞 跳著跳著 連貓咪也跟著一起跳 對你知道動物界 我們看人喔 跳鋼管就覺得很厲害對不對 但如果今天是貓跟你一起跳鋼管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隻貓呢 簡直是太厲害了 喵心人也會跳鋼管 你知道本來這是因為猛男帥哥呢 這個在練鋼管 哇練得很厲害 結果呢 鏡頭擺到旁邊仔細一看 他的下面有一個人跟他在圓 一直在繞 這隻竟然是一隻貓 我的天啊 他也不是假貓 他是真貓喔 這樣看起來很厲害 上面人做什麼 他又做什麼 感覺動作很一致 當然最後貓感覺起來 比較不持久啦 撐不久啦 這個被人家稱為什麼呢 舞棍阿貓 對不對 可能比那個 那個舞棍阿伯還要厲害 叫舞棍阿貓 但是除了貓之外呢 其實呢 澳洲也有人發現 連五尾熊也會跳鋼管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一回到家突然發現 奇怪我沒有養五尾熊 為什麼我家兩根鋼管上面 會有五尾熊在上面扒著呢 你知道嗎 因為呢 他從他家的狗門進來 那狗基本上就是 可以進來出不去嘛 對不對 結果這兩隻五尾熊呢 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樣弄到他家裡 然後出不去 一臉茫然 他茫然的點呢 不是說這個地方我很陌生 而是你看這個畫面 以為是尤加利樹 結果掉下來 上不去 爬不上去 你以為看到一棵銀色的樹 結果不好意思 這棵不是樹 這棵叫鋼管 小滴滴 對不對 那五尾熊一臉茫然 拜託這到底是什麼 他可能也沒見過 人類走弄他 對喔你看又要爬 結果又降下來 對不對 這模樣雖然很可愛 但是五尾熊呢 這也證明一件事情 對不對 五尾熊呢可能誤會 這是一棵很漂亮的 尤加利樹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剛剛看到動物跳鋼管呢 已經還好了對不對 這個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可是你有看過孕婦跳鋼管嗎 能這樣嗎 我跟你講孕婦跳鋼管 大家會替他捏把冷汗 為什麼 因為跳鋼管常常有的時候 比如說你連這個鋼管 然後上去都不小心會跌下來 或是不小心怎麼樣 對不對 感覺起來有點危險 這個孕婦叫做阿利森辛普斯 你知道嗎 他本身還是三十五歲以後 才學鋼管秀 小心他的肚子 一跳都不會比沒有懷孕的時候差 你看他這樣倒掉 樣樣都會來 他跟你講說 我已經懷孕多久了 你知道嗎 已經八個多月了 再過一個月就要臨盆了 但是他轉得比誰都快 你現在看你會不會覺得捏把冷汗 沒有快動作嗎 對啊這個 這個完全就是正常的動作 正常的速度 你看喔 懷孕之前能夠做的 全部都做下來 全部都OK 那很多人就問他說 那個阿利森辛普斯 你今天這樣跳 你不會擔心 你不小心跌下來的話 你會流產嘛對不對 他說不用擔心 這個呢我都已經問過醫生了 醫生說都沒有問題 而且呢他說 只要懷孕前能做的事情 我都能夠做 因為我鋼管已經跳得如火純青了 他告訴大家 其實懷孕一樣可以做跳鋼管 大家不要對孕婦呢 另眼相看 你看阿利森辛普斯這樣跳 你不覺得很厲害嗎 真的太猛了 當然他的技術也是一流的 很多人都覺得說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年輕的妹妹學鋼管比較快 他不是 他三十五歲才開始跳鋼管 所以呢 我們要替這個孕婦拍拍手 但是除了美國有最強孕婦之外 台灣也有最猛孕婦 他不是跳鋼管 他告訴你說呢 我今天懷孕三十五週了 我還可以做重訓 快要生耶 還可以做重訓喔 你知道重訓是怎麼樣的 就一個槓鱗大家都做過嘛 對不對 你看從這個畫面 就看得出來 直接呢挺著肚子 直接跑到健身中心來 直接做重訓 為什麼他在告訴你說 因為他今年二十五歲 他說他之前呢 就一直都有運動的習慣 只要一天不做重訓呢 他就受不了 他就覺得渾身不對勁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堪稱是最美又最猛的孕婦 在台南這段影片播出來之後呢 很多網友都覺得你好厲害 當然這一位呢 你看到這位男士是他的老公 你知道嗎 老公本身也是專業的健身教練 所以說呢 在他整個一個這個訓練的過程當中 老公呢 也去諮詢過專業醫師的意見 醫生說 只要你懷孕前能做的運動呢 你懷孕後其實都能做 你不用擔心 只要不要趴著做就好了 對 因為趴的話你的肚子會向下 可能會對胎兒也許會有一些影響 結果你知道這個健美孕婦江明呢 一直到現在三十五週過去了 你知道他才胖幾公斤嗎 他懷孕前五十六公斤 懷孕後五十九公斤 他就要臨盆了 才中了三公斤 那很多人就會問 才三公斤耶 是不是胎兒會不會營養不良 不是一定要十公斤左右嗎 會不會 結果沒有 他去奇美醫院檢查 醫生說你胎兒好棒棒 而且呢他是女兒 他常說他在做重訓的過程當中 感覺女兒也在裡面 跟他一起做重訓 想必以後呢 出來之後也是一個 跟媽媽一樣 健美大美女 所以就堪稱呢 台灣最猛的孕婦 當然他也要告訴大家 不要擔心懷孕不用 就是不能做運動對不對 能夠做運動 適度的做呢 能夠幫助你更好 讓才有個成長的 會更健康 明年即將上市的 飛天汽車 環雨搜集無奇不有 在電影《哈利波特》中 主角開著飛天車穿梭空中 前往魔法學校上課 而這樣的場景 將不再是夢想 因為在不久將來 就要實現了 來自荷蘭的新創業者 經過長久時間的開發 測試後 領先其他大車廠 在三月的日內瓦車展上 率先發表 旗下第一款飛天汽車 是世界第一款正式開賣的 飛天汽車 這輛飛天汽車 預計 2019年出貨 定價大約1800萬台幣 有著螺旋槳和尾江的設計 空中飛行時速可以達到180公里 能夠容納兩名乘客 但車主需接受飛行員訓練 同時也必須通過 飛機起降的申請 而近年來 其實有許多企業 想開發 空中計程車的市場 Google的創辦人之一佩吉 搶先眾人一步 他秘密投資研發的飛天汽車 日前在紐西蘭獲准試飛 這架飛天汽車 最高時速150公里 可以像直升機一樣 垂直起降 但十分安靜 在都會地區的屋頂或停車場 都能夠載客 飛天汽車如果發展開了 世界又會一陣大變 挑戰新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